不止论文门 球场门现在林志坚被双门给夹击啊 来看他任内呢砸了12亿 这么多钱重建的新竹棒球场 被质疑根本遭得像古巴球场一样 德标厂商的聚家营造 也被新竹市长的这个参选员高宏案 爆料说偷工紧料 已经酿成无死公安意外的不良记录 质疑是否根本把关不利 对此呢林志坚怎么回应 带您来关心 在这12亿的案子里面 当时其实承包的这个厂商呢 聚家营造 他其实过去就有许多的 包含像是无死的公安意外 或者是说像偷工紧料这样的问题 那也让我们不禁怀疑说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厂商 何以见得可以被评选为最优质厂商 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标案 而且我们的这一个改建的预算案 从3.5亿一直持续增加到8亿 最后来到了12亿的高额 那这样子一个高额的预算案 即便说招标 市府说是依法行政 虽然还是最后给了这家劣迹斑慢的厂商 来进行营造 可是我们的市府团队 应该也要进行验收的责任 包含像是我们的验收 这一些球场的问题 为何没有办法在验收的时候 就能够指出来 并且要求得标的厂商能够做改进 难道真的是要用球员的身体来验收吗 还是说要用球迷的观赛体验来验收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前市长跟前副市长 不能够避免的责任 开赛两天的时间 有球员在球场受伤 那当然就引来了很多 这个球员或者球迷的一个意见 那我特别在这个脸书文发表说 我要扛起是因为很多人在指责新竹市政府 那可是市府的同仁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希望所有的责难到我身上 因为我现在已经辞掉市长的工作 我现在能做的是协调中华职棒 来和新竹市政府还有球团 大家关键是这样 大家关心的是说这个让球员在场上安全吗 好球员在球场上安全吗 看起来好像真的蛮多的污问题 现在有四位的球员受伤 职棒跟宣布24号的比赛直接延期 发跃直接换场地 新竹市棒球场外挤满不少球迷 但其实今天的比赛已经临时喊咖 让现场的球迷和摊伤很挫耳 我们都已经从台北来到这边了 才知道要停赛 应该要前一天先跟我们说 减少顺势 究竟为何职棒联盟连八月的赛事 也要一并取消 记者直击球场 楼梯间随手一摸就是满满铁锈 女侧还有侧间少了门 原来是因为有民众踢爆 门锁竟装在门外 堪称世界奇景 而观众席的地板也破了大洞 球员休息室也是几个组合柜 和板凳凳相当简陋 这破烂程度堪比古巴球场 难以想象这近是砸了 12亿重整的球场 还比不上友邦尼加拉瓜 只花9亿 就打造出大联盟阵阵的高级球场 花那么多钱这样很糟糕 花费那么高的重建费用的话 应该是要把很多细节 再做得更仔细更圆满 赛会取消更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才开赛两天 就有四位球员受伤 大师兄林志胜在休息区华岛 富邦林哲轩更是因为飞铺接球 被递上的碎石挫伤左肩 球场内简直危机四伏 稍微有一些不舒服 但那个下去就更严重 没有缓冲的感觉 那这里因为草比较少 然后有一些小尸头 让他的身体没办法缓冲 那这样的话身体就会有受伤 落跑去选桃云市长的前市长林志坚 却说责任由他一肩扛起 在一档就问林志坚你要怎么扛 连承包商也是一堆问题 承包厂商被挖出了很多黑历史 完全没有新建棒球场经验 竟然能够用限制性招标 得到这个案子 就是一台冰装车的球场 扒掉了钱借笔 新盖一座新球场还要坏 棒球场设施大出包 也掀开了市府和承包商 背后的工程黑幕 就怕还有更多的弊端 早晚会浮上台面 记者何孟前黄义俊 徐国豪新竹报道 好 骑士来看的是 砸下十二以来 曾经的新竹球场 被球迷炮轰 品质太差了啦 这回宗旨也在脸书 宣布比赛延期 也让观看比赛 球迷抱怨连连 我们中天记者直击现场 你上楼梯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下楼梯 怕可能说现场拥挤 或者是有行动不方便的人 他有这个反光条的话 才可以比较清楚地 看到这个楼梯的这个状况 那他们反光条贴反了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你看光是我手这样抹过去 假设说你今天刚好可能 跟人家聊聊天会干嘛 你衣服靠在这边 你穿白色衣服 这样一抹 手 就这么脏了 我们来看球 你看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失望 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失望 失望会常痛到 觉得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一点正义感 离世间做什么 还敢去选举 那个高度是很高 所以那个楼梯其实相对很斜的 爸爸妈妈在带着 不管是家人或者是什么 他在爬那个楼梯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危险 往下看整个球场的 不管是红土 或者是草皮的部分 都会感觉 他其实都还没有到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状态 你会觉得他就是还没有到位 然后就是硬要比赛 这两天其实蛮多球员受伤的 像是林志胜 他这样子回到休息室的时候 为了要散那个水沟 那水沟我们看了很多 包括像Jush 包括像蔡明里团长 他们来开箱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那个水沟 其实真的很宽 我记得啦 2017年那时候林志胜市长 前市长 我还信誓旦旦的跑去福岡巨蛋 说要打造这样子 对 请义取经 可是谁给我跟我讲一下 这个球场到哪里跟福岡巨蛋像 7月22号那一天中午的时候 林志胜前市长还发了一篇脸书 说他说市府的同仁传给他写说 市长球场好了就等开赛了 结果今天24号球场就不能比赛了 到底真的准备好了吗 这12月圆星建的新竹棒球场 刚刚风光启用 结果一头蜡骨的问题 才打了两场中华职棒赛事就喊咖 其实在昨天园丁下午5点钟举办的 富邦汉将队跟魏群龙之战 联盟也在中午紧急宣布要严赛了 真的很尴尬 8月的新竹竹场碎事 也朝更换比赛场地来办理 而其实来看是桃园市议员的参选人 某家庆就爆料说 他跟指挥的伙伴23号 在桃园市政府对面大楼挂上了 布条讽刺林志坚 出包都是别人扛 结果10个小时就被大楼管委会 以不移政治议题给拆掉 在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对面 上了一个广告看板 上面就问了 你这个抄袭出包要逐科去扛 你论文出包要台大去扛 你市政出包是不是基层要扛 他同样一个墙面上面三块广告 最上面那块是我们的广告 也就我刚讲的那三段话 没有任何图案就都字 然后中间我们都还有署名负责 中间是建商 下面是谁 林志坚跟民进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 然后你告诉我们说 这个什么管委会不欢迎政治广告 那请问林志坚的广告在不在 在啊 他就是在啊 那你今天你就可以知道 在桃园 思想卫生检查 已经检查到什么地步去了 我到桃园市政府广场 看着我那幅广告在那边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 在群组上面说 这个郑文燦一定把你拆掉了 你这个绝对挂不下去了 这个今天早上林志坚开记者会 我终于想到 对喔 他不会让我活过昨天晚上这个广告 因为他今天晚上 今天早上就要继续唬烂 今天桃园是什么地方啊 郑文燦统治跟民进党新潮流 拿来控制台湾言论社会 包括在媒体 包括在网络 社群等等等等 你今天被唐凤了吗 你今天被民主进步了吗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坏人的嚣张是来自于好人的沉默 这次我们真的不能再当帮凶 因为坏人受到了鼓舞 他知道你不敢出声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继续再做